第三場澳港杯一級賽 起步,一起步的時候較為快一點 見到爵士岳居然長了出來 但不是大將風範 大將風範的聲音拍著裏面的俱樂部 已經放在前面 見到外擋的超群生輝也放在前面 然後才見到日式黃寶 然後在內擋的企業精神都不是太慢 大概守著第四位 在外面上來的才見到 還有超群生輝,日式黃寶 太陽無敵在外擋 然後勝利飛驅也在較前的位置 去到大概800米段柱的時候 俱樂部仍然是佔先多少 超群生輝在第二位再過來馬位跟著的 就是這個企業精神 外面拍著他一齊還有大將風範 然後後的威武雄師 說全部香港馬都放在較前的位置 然後再後才見到白玉飛驅 但是香港還留在尾 那些放下的還在尾 還沒見到拉出來 還有一隻就是太陽無敵 現在在中間就找了個位置 就不用西路這麼出 入政直路的時候 俱樂部因為磁爛的關係 還是佔多少的超群生輝 外面衝上來的還有日姓黃寶衝得相當厲害 大外擋上來的還有威武雄師 然後再外擋衝上來的才見到放下 在外擋上來的魚飛衝上來 直衝到終點的時候 勝利飛驅第一 放下回來拍照 威武雄師 冷靜片